那因為這個大哥的 性像狀況我並不清楚 天啊 天啊 好明顯了 我這麼可怕 我這樣會過分 我吵 他 你要不要講別的故事 你要不要考慮講別的故事 為什麼我當初會打他 因為我們打的是有技巧 真正打 他是不會透 用什麼 用這邊 用中間 中間 大哥你可以接受嗎 可以 你看 還行吧 還可以 還可以對不對 還可以 你知道嗎 我們在節目上打他 我們是懂打的 那是他演包公 把我打到差點住院 真的假的 因為第二天好像還上新聞 過年特別節目 因為 各位看 這個叫做框 框 看清楚 中間這個是因為 這個沒有受力點 它是軟的 所以其實這個打只有聲音 這個聲音很大 其實還好 什麼 看起來 好像 聽說你 還好 但是你知道 回正的話 其實你就反打 好像這樣子 他就回正了 就回正了 對 但是有說你回過頭 他這邊用比較粗的話 你再這樣回來 他就好了 他就好了 對 謝謝 他這樣 他不會打 因為我們是受過訓練的 會打中間這一片 對 他是用砍的 他這樣劈 天啊 沒有開血吧 不是會 他打起來胖 然後你知道 他那一下劈下去 全場台歌 孔歌 郭歌 全部都塞 然後我那個馬 他就 因為這個打下去是這樣 我中間劈是這樣 他就 暈眩主要還是來自於聲音的共振 當時也有 慢慢講 我先回去做一下 你根本是 他要自己犯賤了吧 你現在這麼快就暈了 不是 我怕你那個壞了 好 我這邊有一個新的 我是喔 對 他是這樣子 喂 這個長輩這樣過分 這樣 過分 這個長輩這樣過分嗎 他過分 那個像我過分嗎 他 你要不要講別的故事 你要不要考慮講別的故事 他 你想想看了 是他說的 我知道了 沒你的事 沒事 你別講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個大哥很照顧我 有一天 錄完影就說 要不要到我家 然後 就約你一個人了 就一個人 對 然後我不以為意 那因為這個大哥的 性像狀況 我並不清楚 天啊 對 然後他那時候 是比較模糊的 性像的那種嗎 不好說 不好判斷 才去我就看他客廳 有一台很大的電視 然後一個沙發 小小的區域 然後一面牆全部都是 放書跟錄影袋 那時候是BHS 對 他就挑了一卷錄影袋出來 就給我 然後上面寫一個大 大 對 大小的大 對 然後就說 你去看 然後 我先去洗澡 哇 天啊 好明顯 我這麼可怕 他就去洗澡 然後我不敢放 因為我看到那個牆壁上 什麼都是 什麼校長總愛走後門 公平醫生俏護士 哥哥爸爸不是人 對 都是很多A片這樣 然後當然又有一些舒服 結果每一會兒他洗完澡 就圍個圍巾就出來了 哇靠 對 他走出來 他這個角度 他站著 他比我還高 結果那個角度剛好對著他的 差不多這個位置 就整個很尷尬 尷尬了一段時間之後 你怎麼還不看 你叫一個小的 越來越像了 有點感覺 原來是他 他就拿出去放 就一放那個錄影袋出來是 志村大爆笑 大志大爆笑 對 結果你知道嗎 他就教我說 你看那個志村劍這個什麼摔倒 什麼然後這個兩個人的默契 然後在討論 然後過一會兒又放了十字入口 他講說你來上節目的時候 這個地方這個話結得太快 這句話哏不錯很漂亮 這樣 我不方便你講是誰 因為他講的話他 他教育在住永遠 那是入口 那他 他講話會慢嗎 他不會慢 他講話很慢 他說好 你一個兒子一個男兒子 沒有錯 我不能再提供其他的資訊了 當時我們一起在大陸表演 我們在北京 然後演出完有一天是假期 我們下午一點半吃完午餐 我們在那個什麼地方 哪一個什麼UNIQLO的門口碰 對 一點半了 兩點了 兩點半了 還沒來 對 然後發微信又找不到人 對 結果最後來的是說 他打不到車 沒辦法來 叫不到現實 對 然後我一個人在那邊等 他也是女生 我們又不好發脾氣 對 你也知道 學舞蹈的 他如果會掃腿的話 他就可以掃過來 他會掃天頓 他到的時候 如果有跟你說抱一次 他也可以打電話給你 對 他口語口齒不太清楚 我不知道他是講不好意思 還是抱死 抱死 對啊 就是要我暴斃死在路邊 那種感覺 那天很冷嘛 結果 好 沒事 快走 走 我們趕快去 那個往哪邊走什麼什麼 對 結果走著走著 他突然不誇張 不到20分鐘 崇哥 完蛋了 我找不到我的手機 我手機不見了 怎麼會不見呢 你手機放哪 他穿那個外套嘛 棒球外套對不對 他手機就放這個口袋 各位 手機 有一點嘗試都知道 在那種 在西門町 或在鬧區逛街 那些磨檢擦腫這種 這種人 被擦 對 你怎麼會放在這裡 而且還肉一截出來 他手 他口袋很淺 那肯定爬 對啊 怎麼辦呢 就進了派出所 哇 對 就跟公安做筆錄 公安做筆錄 你就不能好好聊天嗎 為什麼要跟他聊 你是台灣來演戲 然後在這邊什麼什麼 要解釋這麼多 看過什麼節目 蛤 你看過小S啊 你見過趙哥 趙哥有跟你演 哎呀 他太逗了什麼 兩個聊了 快兩個小時 我在那邊幫他填筆錄 到底是你出事 還我出事 搞得好像我被逮捕一樣 蛤 他很爽 對 兩個人加了微信 開心的離開 我沒有不聯絡他 我是因為那時候出門的時候 發現我前一天 我的那個沒有充電 手機沒有充電 所以我只剩下出門的時候 只剩下一趴了 就是已經整個死機了 所以我帶手機 其實也沒有用啊 我根本沒辦法聯絡他 而且以前 就是我們那時候去的時候 計程車非常的難打 所以我就只想辦法 就衝去三輪船的鑰匙 我終於找到他 所以他 可是他演當下沒有怪我 可是我不知道他記這麼久 是喔 真的 好可怕喔 我能夠 我的人生第一次進公安局 可是那時候 我第一次幫人家寫庇護 喜歡我們這一期的影片嗎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準時 收看到我們每一期的影片 馬上通知你